夜店裡音樂 董姿董姿正妹圍在桌邊 把乒乓球瞄準杯子往裡頭丟 這樣的互動遊戲 吸引不少年輕人 是夜店的主打特色 在市區的知名夜店 傳出有名男子喝嗨了 一個晚上灑了 將近200萬元新台幣 造成現場客人狂搶 就有一個人 他突然拿出很多的 就是10萬 10萬的鈔票 就這樣往上灑 然後錢就飄完 然後旁邊就很多人在 很多人見 有人說當晚灑了200萬 甚至說喝杯香檳就能拿10萬 但天底下 真有這麼好康的事嗎 如果有那麼好事 那當然我就會去 我覺得他有病 不過你也在場的話 想要去檢查 不會 有民眾聽了好羨慕 但多數人半信半疑 甚至也不敢亂撿錢 黃姐 有人趴在地上 我拿到兩三張吧 就是順手抓這樣 不過員工透露 2號凌晨2點 證明疑似有華僑身分的男子 30歲左右穿T恤牛仔褲 與朋友到夜店玩 疑似喝到太嗨 拿錢狂灑 事後有員工把一疊10萬元 抄票照片PO上網說工作十幾年 第一次收到這麼多小費 但這麼多錢你有概念嗎 這一疊10萬元1.2公分 如果是200萬 疊起來高達24公分 比桌上的尺 還有手邊的寶特瓶都還要高 甚至夜店員工還預告 9月3號神秘男還會出現 不過業者低調不願意多說明 但有名陽性夜店公關 說當晚撒的都是假鈔 不過的確有大手筆 給出10萬元小費 但究竟有沒有神秘男 在夜店當財神爺 狂撒200萬元大紅包 恐怕只憑一張照片 和臉書PO文 真實性值得商榷 接著留言紅軍委台會報道